各位料理123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Titan 張秋永 這次我們來做一道耳熟能詳的料理 椰汁咖哩雞 好 開始我們先來煎我們的雞腿肉 大家會用這個雞皮來炒一些我們所謂的辛香料 雞肉拿起來記得只煎單面 因為肉的部分我就是故意讓它生的 這樣子你等一下下去之後它才會讓這個椰汁的味道煮得進去 如果你把雞肉兩個面都煎了熟了以後它的味道就進不去了 現在來放上我們的辛香料 蒜 薑 紅蔥頭 辣椒碎 咖哩粉 那你稍微炒過一下它的香氣會來的比較好 炒香之後椰奶奶 切好的香菇絲 好嘞 好嘞 剛剛煎好的雞肉我們就收就下來 我們現在來調味 魚露 如果沒有魚露的話 你就不要加就加鹽下去 躺下來 檸檬汁 九層塔下來 麵飯百搭的椰汁咖哩雞 你一定會喜歡 好呀 喔 唐